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知名半导体分析机构,Semiconductor Intelligence,近日对2023年全球半导体总资本投资做了分析。 该机构的总预测是,2023年资本支出将下降14%,削减幅度最大的是记忆体公司,降幅为19%,美光科技的资本支出将下降42%,三星在2022年仅将资本支出增加了5%,到2023年将保持大致相同的水平。 晶圆代工厂将在2023年将资本支出减少11%,其中以台积电为首削减了12%,在主要集成设备制造商IDM中,英特尔计划削减19%,德州仪器、异法半导体和英费林科技将逆势而上,在2023年增加资本支出。 大幅削减资本支出的公司通常与PC和智慧型手机市场相关,而这两个市场在2023年将陷入低迷。 IDC6月份的预测是,2023年个人电脑出货量将下降14%,手机出货量将下降3.2%,个人电脑的衰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特尔和记忆体公司。 手机的疲软主要影响台积电以及记忆体公司,其中苹果和高通是台积电最大的两个客户。 2023年增加资本支出的IDM、TI、ST和Infineon与汽车和工业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这些市场仍然健康。 2023年,三大支出方,三星、台积电和英特尔将占半导体资本支出总额的60%左右。 半导体资本支出的高增长年份往往是半导体市场每个周期的峰值增长年份。 自1984年以来,半导体市场增长的每个显着峰值,如20%或更高都与资本支出增长的显着峰值相匹配。 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半导体市场在峰值后一年内的显着放缓或下降都会导致峰值后一两年内资本支出下降。 1988年的峰值是个例外,第二年资本支出并没有下降,而是在峰值后两年持平。 这种模式加剧了半导体市场的波动。 在繁荣的年份,公司会大力增加资本支出以增加产量。 当繁荣崩溃时,公司会削减资本支出。 这种模式常常导致繁荣时期之后的产能过剩。 这种产能过剩可能导致价格下跌,并进一步加剧市场低迷。 该机构认为,更合乎逻辑的方法是根据长期产能需求每年稳步增加资本支出。 然而,这种方法可能很难说服股东。 繁荣年份的强劲资本支出增长通常会得到股东的支持。 但在疲软年份,持续的资本支出增长则不会。 该机构认为,自1980年以来,半导体资本支出占半导体市场的平均比例为23%。 然而,该百分比每年从12%到34%不等,五年平均从18%到29%不等。 五年平均值显示出周期性趋势。 第一个五年平均峰值出现在1985年,达到28%。 1985年半导体市场下降了17%,是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 五年平均比率随后连续9年下降。 平均水平最终在2000年,回到了29%的峰值。 2001年,市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达到32%。 此后,五年平均值连续12年下降,至2012年降至18%。 此后平均值一直在上升,到2022年达到27%。 该机构认为,2023年将是半导体市场又一个重大低迷年,半导体情报预测是下降15%。 其他预测低至20%的下降。 半导体行业的严重衰退,往往会吓到公司放缓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决策背后的因素很复杂。 由于晶圆厂目前需要两至三年的时间才能建成,因此,公司必须预测未来几年的产能需求。 代工厂约占总资本支出的30%。 代工厂必须根据对客户未来几年产能需求的估计来规划其晶圆厂。 新建一座大型晶圆厂的成本高达100亿美元甚至更多,这使其成为一个冒险的提议。 然而,根据过去的趋势,未来几年,该行业的资本支出可能会低于半导体市场。 另一家机构,Andia的新研究表明,2023年第一季度半导体市场收入连续第五个季度下降。 这是自2002年,Andia开始跟踪市场以来记录最长的下跌期。 2023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受于120.5亿美元,比2022年第四季度下降9%。 半导体市场是周期性的,此前随着全球大流行时期需求增加,市场在2020年第四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的收入达到创纪录水平后,这种长期下降。 记忆体和NPU市场是半导体市场的主要领域,正在导致衰退。 2023年第一季度的NPU市场为131亿美元,仅为2022年第一季度规模的65%,当时为200亿美元。 记忆体市场表现更糟。 2023年第一季度为193亿美元,仅占2022年第一季度市场的44%,当时为436亿美元。 NPU和记忆体市场在2023年第一季度总共下降了19%,将市场拖到9%的季度同比下降。 一名高级分析师对此表示,半导体市场受到需求不足的困扰,需求已经持续了多个季度,并导致许多组件的ASP下降。 然而,因为生成是人工智慧,辉达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强劲的收入增长。 从2023年开始,扭转了大多数半导体公司的业绩,但其他半导体公司尚未以类似的方式利用这一领域。 回答之前报告财务业绩,由于需求强劲,该公司的人工智慧晶片的实力超过了预期。 英飞零由于在汽车行业的实力,在季度同比上涨了11%,今年进入了前10名。 过去三个季度记忆体市场的下跌,使得市场份额重抬。 一年前,收入排名前五的半导体公司中,有三家是记忆体公司,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仅剩三星,仍在前10名中。 上一次,SK,海力士和美光都没有进入前10名,是在2008年。 这说明了专注于记忆体的半导体公司所面临的困境。 三星除了半导体面临困境,据韩国媒体Post News报道,三星电子公司可能因与无线网络技术相关的专利侵权,而向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支付数十亿美元的赔偿。 业内消息人士六月底透露,美国专利审判和上诉园会最近驳回了三星,要求加州理工学院专利无效的四分之三的申请。 其余索赔仍在审查中。 加州理工学院和三星之间的专利冲突,始于2016年苹果、博通和加州理工学院之间的纠纷。 加州理工学院对苹果和博通提起诉讼,指控这些公司侵犯了其数据传输专利。 法院于2020年做出裁决,陪审团命令苹果公司向加州理工学院支付8.378亿美元,博通向加州理工学院支付2.702亿美元的损害赔偿金。 加州理工学院于2021年向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院提起针对三星电子的专利侵权诉讼,指控这家韩国公司未经授权使用了5项WiFi专利。 针对苹果的诉讼中,主张的三项专利也适用于针对三星电子的案件,涵盖从手机、平板电脑和笔电到智慧型手表和电视的产品。 作为回应,三星于同年11月对这些专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同时请求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暂停裁决,直至专利无效结果出来。 然而,随着三星最近三度驳回索赔,加州理工学院对这些专利的权利可能会得到确认。 加州理工学院6月下旬在苹果诉讼中实际上也取得了胜利,这给三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业内人士推测,鉴于三星正在就类似的专利展开争论,三星可能会面临加州理工学院数十亿美元的索赔。 另外,美国政府对加州理工学院的支持也给三星带来了挑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 感谢